假如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自然状态 人与人之间不发生任何政治的关联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结成一个政治社会 结成一个共同体 最后结合成为一个国家而拥有一个权威呢 本来如果我们处在自然状态下 由于我们本来就是人 我们本于自然 我们本于天性 我们就具有自己的权利 具有自己的各种各样的right 那么后来我们为什么结成了一个国家 当代西方主流的理论就是一种契约论 contract 契约合同也是它 就是我们大家之间达成一个协议 走出自然状态 或者脱离自然状态 而结成一个社会 我们结成一个政治共同体 我们产生一个权威 这个权威才开始具有了power 具有了权力 而那个权力从哪儿来的 power从哪儿来的 那是我们每个成员把自己的right转让给他 他才具有的 也就是说 power来自于right 权力来自于 赐权力来自于比权力 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的原则 现代文明社会都认可的一个基本的原则 国家政府它的权力它的power从哪儿来 它是由公民权力授予转让而得来的 我本身有各种各样的权力 自然权力 我把我的权力转让一部分给你 然后你才能够开始指挥我支配我 我的转让不会是无条件 这点我们待会儿 结合到霍布斯和洛克 还会再讲它的基本的内涵 你看就是说 比如说牛顿物理学 它有它的一些基本的概念 有它基本的一些定义 然后才开始它的这个推论的工作 那么现代的这个政治思想 它也有它一些这样一些基本的概念工具 才能够开始它的这个讨论 我们可以说现代西方的这个主流的 有关政治社会 政治共同体 国家形成的理论 它的主流就是一种契约论 与此相应的 中国的传统 我们可以把它出类的称之为圣人制作论 我们也举一单例子 你看荀子里面的理论说 离取其余何也 曰人生而有欲 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 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 争者乱乱者穷 先王故其乱也 故知理义以分支 以养人之鱼 即人之囚 它讲的是理 但是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理 实际上它这个理的内涵也非常之广泛 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 就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的种种规范 这是荀子的说法 就是说 一个一种政治共同体的种种规范 从哪来的 人生来是有欲望的 有了欲望的就有各种各样的需求 有了需求 你这个需求有可能像洪水泛人一样 没有边界了 那怎么办 那就要互相产生纷争 纷争就会导致混乱 圣人 先王 讨厌这种混乱 他不希望这种混乱出现 于是他就制造各种底液出来 制造各种规则法都出来 来满足人的欲望 来满足人的需求 同时又使你们安分守己 不至于发生互相的纷争 所以你也可以说中国传统里面 他也标诛了自然状态 但是这种结束这种自然状态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有圣能 有先王初 而来制造理义法度 它不是一种契约论 是一种圣能制作论 可以说 好 讲到这儿 我们就可以开始稍微结合霍布斯和洛克的理论 我们先谈霍布斯 来了解 我们就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刚才那些理论工具的蕴含了 霍布斯一本可以说他最副圣名的著作就是利维坦 这个Leviathan是圣经里面描写的一种大怪物 庞然大物 利维坦的最初出的这本书里面画了一个奇异的大怪物 这个奇异大怪物的身体的组成部分就是各种各样的人 霍布斯做的这个比喻就是说国家是由众多的无数的人 无数的个体的成员所构成了一个具有自己生命的这样一个庞然大物 也就是说这本书讨论的实际上是政治问题 讨论的是国家的基本的问题 那么要讨论国家的基本的问题 政治的基本的问题 那么霍布斯他也是先从自然状态 先从假如人他们相互之间没有政治关系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情形 他也是从这样一种角度来开始思考 来开始他的这个讨论的 霍布斯的基本思路是在说 每一个人包括我们每个人自己 我们只要反求诸解 只要这个反攻自行 观察我们自己内心的状态 我们就可以真切的了解到 人性的最基本的愚望 最基本的冲动 最基本的驱动人性的力量是什么 也许我们就可以从这点出发来构想 人类的天性究竟是什么样的 人类的自然状态是什么样的 然后我们便知道 为什么人们需要结成政治共同体 为什么会有国家这样的庞然大物的出现 我们深入了考察我们自己的天性 考察我们的内心 我们就会发现 人与人之间会发生冲突 会发生斗争 会发生矛盾 它有几种主要的因素 它列举了三种 竞争 猜疑 荣誉 人们之间会相互的竞争 人们之间 那么他相互之间不信任 他互相猜疑 那么人们之间还会因为 都有出人头里的冤枉 都有追求荣誉的冤枉 然后彼此就更加的 加剧了他们之间的冲突 根据这一切我们就可以看出 如果是在自然状态 而人与人之间又有这样一些 不和谐的因素存在 那么如果人的天性 使得他们本身并不是能够和谐 和和友好的相处的时候 那么如果我们处在自然状态 没有一个共同的权威 没有一个共同的权利 可以管辖大家的时候 那么人们便处在一种什么 战争状态 相互为敌 相互斗争的状态 这是霍普斯所设想的 也就是说 由于人性本来 它当中充满了 各互相猜疑 互相争斗的因素 自然状态 它注定了不可能是一个 和谐的美好的状态 那么他所设想的 自然状态 你看它有这么一段 非常著名的描述 霍普斯笔下的自然状态 霍普斯笔下的自然状态 它也经常称之为 那就像 人对人就像狼对狼一样 每个人都处于 与一切人为敌的 这样一种战争状态 它对这个状态的描述是这样的 我们用的 神帝维坦的中文译本 有个别的译文 有点变动 因此在人能相互为敌的战争时期 所产生的一切 也会在人们出来依靠自己的体力和创造 就别无安全可以获得的情况下发生 在这种状况下 产业是无法存在的 因为其成果不稳定 也就是说在战争状态下 没有办法有什么东西会长久的 这个产业会兴旺发达起来 为什么 不稳定 这样一来 举凡土地的栽培 航海 外洋进口商品的运用 舒适的建筑 移动与泄出 需费巨大力量的物体的工具 地貌的知识 时间的记载 文艺文学 社会等等都将不存在 也就是说 人类文明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因素 在一种自然状态下 在一种战争状态下 是不可能出现的 因为战争状态下一切都朝不保夕 一切都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所谓和文明相关的 需要稳定的长期积累的任何东西 你看他列举了很多方面的 这样一些东西都会不存在 最糟糕的是 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 人的生活 孤独贫困 卑污 残忍而短受 他连续用了五个词 这五个词的原文我们看 说的自然状态非常可怕 Solitary 孤独的 Poor 穷 贫穷 孤独贫穷 当然自然状态 每个人所为 于所有人为敌 当然是孤独的 贫穷 没有任何产业会出现 人们当然不可能创造巨大的财富 悲下肮脏 Nasty British 非常之野蛮 非常之残忍 Short 大家都活不长 为什么 一个人于所有人为敌 注定都活不长 那么在自然状态下 好像是这个人们都无可忍受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 如果人们按照他们的天性 我们来对他进行考察的话 那么他最害怕的是什么 或者说支配着他的内心的最基本的冲动和欲望是什么 霍布斯得到的结论说 并不是说支配着人的最基本的冲动 他不是一种正面的想要获得什么的这个愿望 相反的支配着人的内心的最根深蒂固的冲动是一种恐惧 恐惧什么 恐惧的是对于死于他人暴力之首的这样一种持久的最深刻的恐惧 对于霍布斯来说 人的最基本的欲望是什么 支配人的最根本的冲动是什么 这种冲动也不说正面的要去追求什么 最根本的冲动是什么 是害怕死亡 害怕死于暴力 因为死终就不可避免 而自然状态 他恰恰表现出来的 对于人们最长久的威胁就是什么 就是你随时都有可能死于他人暴力之首 于是我们在这里就看到 在霍布斯的笔下 这个自然状态就描述为一个非常可怕的 人对人就像狼对狼一样的阴生恐怖的状态 这样一种状态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不堪忍受的这样一种状态 那么这样一种状态人们才如何才能够摆脱呢 除了恐惧之外 幸亏的是人们还有理性 你看他也谈到自然权利 自然权利是什么 人在自然状态下他也有各种权利 权利是什么 自然权利是什么 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 运用自己的力量 保全自己的天性 保全自己的力量 也就是保全自己生命的自由 因此这种自由就是用他自己的判断和理性 去做任何事情的自由 自然权利 自然权利是什么 我可以自由的选择来做任何事情来保全我的性命 这是自然权利 对于霍布斯来说 因为生命是人的最基本的事实 而生命突然丧失 突然被他人的暴力夺取 这是我最害怕发生的事 所以对我来说 我的自然权利就是运用各种手段 我都可以选择来保全自己的性命 但是每个人都具有这样的权利 最后导致的是什么 所有的人都生活在那样一种可怕的自然状态 所以这样一种自然状态 既然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不利的 都是不堪忍受的 所以大家都凭借自己那点可怜的理性认识到 也许我们大家都把权力进行相互的转让 我们进入一个共同体 我们进入一个政治社会 对所有人都会来得更加有利 利维坦就是由此而出现 国家这样一个巨大的庞然大物 就是由此而出现 那么由这样一种前提出发 霍布斯得出的就是 既然自然状态是所有人都觉得无法忍受的这样一种状态 这样一种状态对于每个人的生命和安全来说 实在有着过于强大的威胁 所以人们最大的根本的利益就是迅速的摆脱自然状态 而进入一种政治状态 而进入一个政治社会 政治社会必须有权威 而任何权威如果它没有完全的权力 这样一种政治社会就是不稳定的 所以我们必须逃脱自然状态 而进入到一个有着绝对的政治权威的社会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 他对于自然状态的描述 最后是支持了一个具有巨大的 甚至是专断的权威的这样一个统治者的这样一种格局 霍布斯的这本书 据说曾经是有意要讨好克隆威尔了 那么不管怎么样 对于霍布斯来说 那么这本书 他的确有他的这个内战的体验在里面 霍布斯的一生经历了英国内战 那么这段这个最阴森恐怖的时代 在他内心里面有一种根深蒂果的观念 那就是最坏的政府也好过无政府状态 最坏的政府 没有什么比无政府更坏了 再坏的政府至少他一人也能够提供一个基本的秩序 所以只要能够取代无政府状态 任何政府状态都比他更可取 而他又有另外一种一种基本的认识 总觉得任何政府如果他的权威不是完全的受到了限制 这种权威就是软弱无力的 所以我们宁可选取一个砖断的权能的这样一种权威 所以在霍布斯的笔下 那么自然权力当中每个人都无法摆脱这个 始于他人暴力之手的这样一种恐惧 他们地级契约为的是有一个基本的秩序的提供者 有一个虽然是砖断而全面的权威 但是他可以保障人们的最基本的生命的安全的这样一种政治社会的出现 这是我们对霍布斯的这个六一坦的思路的简单的介绍 我们之所以提到霍布斯 一个方面 就是这个现代政治思想里面实在太重要的一个人物 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也可以把它和洛克以及和以后的卢梭相比较看一下 对于自然状态设想不一样 那么各种不同的政治理论 它最后的色彩 它最后的这个所蕴含的这个政治制度 政府类型 政治权威的合法性 都会有非常大的不同 好 我们开始来讲一下洛克 洛克在这个政治思想方面影响最大的作者就是政府论 或者说政府论两篇 他的政府论是分成这个上下分成两篇的 中文分成上下的上下两篇 这上下两篇里面经常被人们更重视的是下篇 我们要求大家选读的一些片段也都全部是出自下篇 而上篇通常人们不是特别的这个重视 因为他的上篇主要是和别人辩论的 上篇的辩论的对应对象 就是我们上面所说出来所指的那个人物 Robert Fulmer 菲尔摩 菲尔摩是詹姆斯二世的这个非常亲密的一个御用的理论家 詹姆斯二世本人也是一个迂腐的是一个书在子国王 也经常爱写各种各样的文章来论证 王权是这个神兽的 军权神兽 军权神兽 君主的权力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这个神的授予 所以他是神神不可侵犯 那么洛克的这个政府论的上篇实际上就是和Fulmer 他们那种军权神兽论来进行辩论的 那么我们对于这个政府论上篇不做这个过多的这个讨论 那么政府论的下篇是比较正面的来建立一套这个政治理论的 那么政府论的下篇这个通常被认为是这个光荣革命以后发表 然后光荣革命以后发表而且是为光荣革命做出理论辩护的 当然现在的研究会觉得这样的这个结论有些这个站不住脚 因为他这本书是在不同的时代写的 但是无论如何 他里面的确这个建构了一些普遍的理论原则 而且被后来的西方的主流的那种政治话语 政治意识形态所这个接纳 那么洛克的这个政府论 他也是从考察人们的自然状态 考察人们应该拥有的基本的自然权力入手 来谈人类政治共同体应该是怎么样的 他也是沿袭这样一套思路来讨论问题的 我们可以来看他是怎么来看自然状态的 为了正确的了解政治权力并追溯它的起源 我们必须考究人类原来自然的处在什么状态 类似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 他们在自然法的范围内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办法 决定他们的行动和处理他们的财产和人生 而无需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或听命于任何人的意志 这也是一种平等的状态 在这种状态中一切权力和管辖权都是相符的 没有一个人享有多于别人的权力 我们把这一段并不短的话列出来 刚才也把霍布斯描述自然状态的话列出来 我们会感受到 这样两个理论家心目当中的自然状态会是非常的不一样 霍布斯笔下的自然状态一上来 就是一个非常阴森恐怖的状态 是一个人们迫不及待要摆脱的状态 而洛克比下的自然状态是一个相对安宁平静 甚至还有多少有点美好的状态 在这个自然状态下 我们也就你看他一开始也说得很明白 我们要了解政治权力的起源 我们要考察自然状态 自然状态是什么 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 人们是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 你看他们有理性 他们在自然法的范围内可以来决定自己的行动 他们有自由 他们也可以处理他们的财产和人生 他们不需要听力于任何人 不需要这个真的任何人的许可 他们是平等的 这自然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我们也可以说 大家没有一个共同的权威 这好像自然状态的一个基本的特点 而在这个自然状态下 人类的生活相对来说 绝对不像霍布斯所表写的那样不可忍受 他在一个好像还比较好 人们都是能够比较平和 比较自由的来生活的这样一个状态 人们你看他有自由 他可以自由的处理自己的财产和人生 这些都是他的自然权力可以说 那么既然自然状态还这么美好 那么人类为何 人类有什么必要 人类为什么还要脱离自然状态 而进入一个政治社会呢 这是洛克这样一段描述 留给我们的问题 我们下一次